嗨,大家好,我是Jaseline杰宁,今年16岁,然后我来自JayB,然后我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故事,算小小分享吧,也不算个故事,然后呢,我从小就是这种海冰雪代言者,跟我爸爸妈妈一样,就是从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一直让我吃产品,什么产品都给我吃, 可能小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些东西,就知道爸爸妈妈要我吃,baby嘛,就吃吃吃吃,一直吃,我不知道是为了我的健康,因为小时候什么不知道,是不是,然后就像小学的时候吧,小学的时候,就让我装的那些桌子啊,什么的时候,可能别人装的桌子啊,是小小个的黑青,我的黑青哦,是很大片很大片的一个黑青,真的,超大片的,然后我就会想, 怎么我的脚这样丑的,怎么他们的脚,然后撞到一点点抱,我的脚很丑,我的天,就女生嘛,都喜欢美美的腿,谁会喜欢臭臭的腿,一个一个黑青黑青的,撞到就黑青,然后我就不知道嘛,但妈妈,慢慢小学的时候,妈妈就会有跟我讲啊,大概什么地中海平的,但我还是不了解,我想通,是一个疾病哦,OK,然后我就,好吧,然后可是妈妈就会,每天啊,就会问我, 哥,你吃产品了嘛,你吃了嘛,不然以为我不懂你有没有吃,我一拿啊,关子起来,我就知道你没有吃了,一拿我就知道,我就像一个小朋友,天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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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你吃了嘛,你吃了,你吃了,你吃了,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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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了,但那讲整话,我小学是一个很懒很懒的一个小女孩来的,就不可能会主动去吃了,就是妈妈喊,哥,你吃了嘛,然后我才会自己主动去吃,但我还是有吃的,我还是很乖流去吃,所以我才会这么这么的健康,是不是, 看得出吧,我很健康,然后刚刚,然后刚刚看了那个照片啊,洗能机我吃,也是吃到我嘴巴,都是巧克力色,也挺可爱的,就是,然后呢,就好像大概到疫情的时候,就疫情的时候,就一年半了吧,疫情是不是,就自己开始有点醒悟啊,那种感觉了,就觉得疫情又这么危险,自己又不爱吃菜,又不做运动,什么都不做,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很弱,就会开始,自己想,是不是应该, 乖乖一点,自己吃,不要爸爸妈妈每天叫,因为,毕竟自己也几岁了,还要爸爸妈妈叫一点丢脸,然后又,是时候乖乖去吃了,然后就开始,然后就每天自己走去那个台那边,因为爸爸妈妈都会把产品都放在那个台上面,让我自己拿来吃,然后睡觉之前,我都会走去那边来吃,然后我就,吃吃吃,就变成了一个习惯,每一天,我真是每一天,变成了我自己本身的一个习惯,每一天都会自己去那边, 拿来吃,拿来吃,那我要讲的是,可能别人告诉你,这东西多好多好,你只是听吧,你可能不知道,那你要自己本身,自己去吃,自己去经历,你才会更加了解这些东西,然后我只能,我要说的是,其实自从那时候,我一开始,每天这样吃,每天这样吃,每天这样吃,我能讲的是,我已经两年没有生病了,自从那时候,我已经乖乖变成一个习惯,我就真的没有生病了,等一下我要touch一下我,就是我真的没有生病了,我自己又好, 我就很惊讶,因为毕竟,我也是挺弱的嘛,是不是,然后两年没有生病了,就,嗯,就对我自己有好处了,吃产品,就变成,产品在我生命里,变成一个缺义不可,就不能缺少它的东西,然后,当然,当然,这就是我要分享呀,是不是,然后我要分享,就是,我每天,然后去睡觉之前的会吃什么产品,就,妈妈就会让我吃这个,现在就去看得到,哎呦,喂,你,啊,对, 对,吸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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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然后,不然就吃懒找,我没事哦,就会用拿着,哎呦,看不到,不用紧,就青色了一个罐子,然后哦,就会吃一罐啊,就一个瓶子,一个瓶盖的那个分量,然后,过后呢,就是出炉啊,出炉啊,是吃一个瓶盖子的分量,就吃吧,反正吃都是对我自己身体好,是不是,吃多啊,也是对我身体好,就是对别人,是对自己, 然后,别人吃啊,我先去吃两天,每天,但到疫情的时候,我就比较勤劳吃了,然后还有,最近最喜欢吃的咖咪,我就很喜欢吃,上课的时候,就一想睡觉的时候,就一直拿来咬来吃,就一直拿来咬来吃,对,就是这样,对,今天就是,这就是我的分享,谢谢,哇,谢谢大家,哇,谢谢杰斯琳,这么棒的分享, 谢谢啊